最后决战的前一刻 香柳还躲在树林里 认真的雕刻送给小妖的新婚礼物 藏着冰晶球的大肚笑娃娃 然后让毛球带给玉山的碧君 让她转送给小妖 但不能说是自己送的 做完这一切 她又想起两人刚在清水镇相逢时 闻小六说的那句 我无力自保 无人相依 无处可去 如今数十年的建树 她已有力自保 短暂相陪的防风被没了 她还她一个长久相依的屠山景 大荒统一 百姓安乐 天高海阔 她已游处可去 她在心里默默地说 小妖 从今往后 我再不能守护你了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愿你一世安乐无忧 之后 她被万箭穿心 化为血水 尸骨无存 直到死 她那磅礴的爱意 都无人知晓 冥冥香柳 她可以选择不死 冥冥只要她开口 小妖就会跟她在一起 冥冥她可以以防风被的身份 带着小妖在大荒流浪 做一对神仙眷侣 冥冥红江的恩情 她用几百年时间 早已经还完了 冥冥大荒已经统一 她不需要再守着陈戎那些残军 冥冥她可以打开格局 像浩灵王一样 还百姓一个太平祥和 安居乐业 冥冥她可以自私一回 为自己而活 冥冥她有那么多的选择 可她偏偏一个都没有选 而是选择那条最正确 最艰难的道路 用赴死来结束自己的人生 同样爱小妖 枪炫是控制 不惜传播小妖是赤臣之女 甚至杀掉井 以此把小妖留在身边 而向柳是成全 是我爱你与你无关 想尽一切办法 甚至舍掉自己三条命 也要让小妖幸福 有人相依 香柳是这世间极少能遇到的灵魂之己 正是角色的悲剧色彩 那种只付出不求回报的深沉爱意 才衬托出香柳的魅力所在 正是因为她没能和小妖在一起 才使得易南平更为突出 不得不说 谭剑刺真的是天选香柳 她把香柳对小妖的深情和矛盾的心理 全是得淋漓尽致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就包含了千言万语 或许就像谭剑刺自己所说 不要难过 香柳虽死犹生 是个圆满的结局 这条路虽然艰辛 但 是她自己选择的 从她当初选择红江 就已知道自己的结局 也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就像当初小妖问她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 她坚定地回答 会 因为只有选择这条路 才会遇到她 对于一个将军来说 最好的归宿 就是战死沙场 能陪她短暂地走一程 她已知足 了却心愿 没有遗憾 如果问大家 枪炫爱小妖吗 可能很多人 都会毫不犹豫回答 当然爱 正是因为枪炫爱小妖 她才会守在 屠山井和小妖的房门外 心如刀割 她才会脱口而出 想让小妖当王后 还会在小妖成婚之前 借着酒敬到出真心 我只要你 我要把那些女人都赶走 才会极度到发疯 派人灭了屠山井的暗卫 让她被屠山猴中创 即便小妖马上 要和屠山井结婚 枪炫还是拉着她 在父母坟前磕了三个头 逼她承诺 一辈子带着母亲 让枪炫送给妻子的若木花 但只有冷眼旁观的西岩王 才看透枪炫对小妖的真实感情 根本不是爱情 纵观小妖过往的人生 跟枪炫在朝云风时 她懵懂无知 天真烂漫 性格尚未定型 经过母亲战死 父亲身份成迷 被狐妖囚禁等磨难后 小妖才形成了如今乐观 坚强 甚至有点圆滑的性格 最能体现小妖性格的阶段 便是清水阵石的文小六 香柳和屠山井 爱上的都是文小六时期的小妖 说明他们欣赏小妖本真的性格 反观枪炫 对文小六并无好感 甚至讨厌她的伎俩 与她刀光剑影 试探不断 这说明 如果小妖不是她的妹妹 跟她没有患难与共 一路扶持的情谊 她就不会喜欢小妖 等到文小六回到浩灵 被浩灵王揭开身份后 枪炫看小妖的眼神 一下子深情又愧疚 这时她对小妖的感情 更多是兄妹之情 文小六曾问过枪炫 对阿念是不是男女之情 枪炫回答不是 她宠爱阿念就像宠爱小妖妹妹 但无论是哪个妹妹 枪炫对她们都是哥哥对妹妹的感情 直到小妖在王母的摇池中恢复真容 枪炫看小妖的眼神才真正变质 但这种感情并非来自枪炫对小妖本身的欣赏 而是颜值的吸引 又识情意的延伸 以及彼此依靠的信任 这份密不可分的信任 在小妖陪枪炫回西岩时变得深厚 在小妖不顾性命为枪炫挡住剑时疯狂生长 成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 对枪炫来说 小妖就是她的唯一 再也没有人能像小妖一样 清尽所有帮助她 全心全意信任她 凡事都以她为重 所以她也要成为小妖的唯一 因此 当枪炫看到小妖为屠山景伤心欲绝 又因为跟景和好而心情雀跃时 她感到强烈的嫉恨 不只是极度屠山景得到了小妖的心 更重要的是 枪炫担心 小妖把屠山景看得比她更重 在这种占有欲的驱使下 枪炫害了景 又清扫掉西岩王安排的暗卫 把自己送到小妖面前 心甘情愿被小妖下毒 她想看看 在小妖心中 到底屠山景更重要 还是她更重要 事实证明 枪炫赌赢了 即便枪炫害了景 小妖也不忍心要枪炫的命 给她下的毒剂量并不大 还提前把解毒的方法告知医师 但这次试探 只能说明小妖不爱枪炫 枪炫也不爱小妖 只是在争夺小妖的注意力 这便是西岩王屡次按住枪炫的表白 不让她跟小妖捅破窗户纸的原因 西岩王知道 作为身边有无数女人的男人 他们的感情会迁移 当年 西岩王曾跟枪炫的奶奶 携祖娘娘感情很好 后来两人生了嫌隙 西岩王很自然地 在另一个妃子那找到了感情慰藉 而枪炫之所以拼命抓着小妖 是因为她无法再娶的其他女人身上 找到情感寄托 虽然黎绒飞 商阳飞温婉贤淑 但枪炫觉得自己以身怜姻太羞耻 没法真心喜欢她们 王后新月的算计 早在婚前便尽人皆知 枪炫更不可能给她真心 在这些女人的衬托下 对枪炫真心实意 一切以她为主的小妖显得那么珍贵 枪炫便把全部的情感寄托在她身上 但倘若枪炫真的得到小妖后 她们未必能以男人和女人的方式好好相处 因为枪炫并不喜欢小妖本身闻小六的性格 等到枪炫掌权多年 对小妖求而不得的滤镜消退 见小妖屡次自作主张 不再试试听她的话 她还会这么爱小妖吗 我觉得不会 枪炫对小妖的掌控与会爆棚 想把小妖秘密实实地管起来 对小妖...